据报道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近日协助在巴以冲突附近地区受困中国公民转移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经过初步统计 冲突爆发后已经有1000余名中国公民离开以色列回国获赴第三国 毛宁介绍 自从10月7号巴以冲突爆发以后 有280多名中国公民被困在以色列南部地区斯德沃特市 安全风险较高 外交部指导驻以色列使馆迅速行动 全力组织被困人员转移撤离 在国内外 前后方的共同努力下 截至目前 被困人员已经全部撤离斯德沃特市 部分人员已经搭乘商业航班回国 根据初步统计 冲突爆发后 已经有1000余名中国公民离开以色列回国或者赴第三国 我们将继续尽力为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我们将继续尽力为中国公民提供协助 我们将继续尽力为中国公民提供协助